好想去日本 边逛寺庙边吃酱油团子喔 好吧 今天就来做 食材有 昆布高汤 日式酱油 清酒 冰糖 玉米粉 糯米粉 还有白饭 首先在煮滚的高汤中 放入冰糖 酱油 清酒 转中火煮到冰糖融化 再加入玉米粉水 增加浓度 就完成团子的酱汁 接着就可以开始做团子了 失败的团子变毛鸡 成功的团子让你好吃费上天 在碗中倒入白饭 压平捏至暖暖黏黏的样子后取出 在同一个碗 倒入糯米粉 慢慢加温水 均匀搅拌成团后 加入捏好的米饭 混合均匀 搓成小球 接着在一锅滚水中 加入少许的盐巴 再放入搓好的团子 竹筑制熟后捞起 把煮好的团子冰镇 再用竹签串起 取一个平底锅 放入少许的油抹开后 放入串好的团子煎一下 煎到两面上色 最后淋上酱油酱汁 好吃的酱油团子就完成了 如果许多瑟炉 他继续有点 放入 锅滚水中